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源唐善书 禅 主助先佛为六祖慧能禅师 六祖慧能禅师降 圣事无今日降助 禅 第二九章 空与智慧 般若就是智慧 一个人把种种之挂碍 沉牢 烦恼洗净之后 心智就能获得自由 能做清醒的回应 那时般若发光 智慧出现 所以说般若是智慧的源头 而一个人的心智 若不被物欲所蒙蔽 不被成见所障碍 不被情绪所干扰时 那坡惹自然流露出透彻的省察力 这就是智慧 禅家认为 智慧产生是空余有两个因素的作用 就像一个人需将双手所握住的东西放下 才能再拿取另外所想要的东西 空余有两者为妙的关系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只有入于色相 不被色相所谜才有智慧 读一切书 不被知识所服才有智慧 谋利资财 不被利欲所意才有智慧 这叫于相而离相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去来自如 心体无智 真空妙有之法门是要能排除心中的无明与障碍 流露出真正如来的慧性过实现的生活 六祖会能禅师将 圣事无今日降注 禅 第三十章 般若是无相的 是无色的 也是无空相的 同时也是实相的 所以说般若波罗蜜 不见色生 不见色灭 不见色兽 也不见色不兽 不见色垢 也不见色净 不见色增 也不见色减 般若并不是现象的东西 但是认识现象的主体 它本身没有色相 没有形式 没有任何思维的模式 所以说它是空的 是不增不减的 是没有构境之分的 般若在色相发生之后才起作用 所以它是一种能 一种光明性 般若是空性的 如果生活在虚妄的欲念与执着中 它必定会在虚妄与执着中受到障碍 因而无法发挥光明性 从而产生贪婪 称怒与愚痴的反应 所以说般若法门就是无争法 所谓无争法 就是荡向浅直 将一切之执着放下 心无似净 与物无净 无念是空 无物不容 一切出世间法 就是为了破直 净化自心 使般若发其光明性 孕育智慧与创造力 六祖会能禅师降 圣事无今日降注 禅 第三一章 般若本质二 为什么破除职望才能发挥般若的功能呢 因为职望是一个人的成见 偏见刻薄的印象以及种种的情染 在知性方面就会产生支障 在情性方面就会产生烦恼障 蒙蔽了般若的功能 造成思想 情绪 情感的错失和痛苦 禅家说 平常心是道 平直心是道 就是要能放下成见 放下人与人之间的虚幻与意测 放下一切对色相的执着 才能得到真实的会心 这就是无所助而生其心的禅家心法 去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的自我 禅家称之为脱底统 这时就可以看到真实的般若 同时亦可看到一切无相的空性般若 所以说 是人妙性本空 无有依法的知 般若产生了悟于理性 顿悟是禅家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顿悟才能见性 彻悟才能成佛 学禅就是要能自我的省觉 自我的省觉就是禅 禅具有聪慧的悟性 禅可动视一切物相的如来面目 禅可明白伦理 禅能清楚人生的目标与一切的知识 人性本具有般若之性 自用的智慧可相互观照 而不需假以文字的当名而勿之 六祖会能禅师降 圣事 无今日降助 禅 第三二章 般若本质 三 禅家说 私而知 律而得 是鬼家活迹 正等正觉的般若性 不是可以用言语来定义的 因叙述的言语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连自我也是表象 所以用文字是无法触及到般若的本质 般若是在平直心中才会绽放出悟性的 也在无爱相中才会泄露一切所有及一切剧足的禅机 般若的妙用 是在放下一切障碍后才会发现的 所以它是无相 无所有 不可得 不见有义法 同时千万不可取向 着心 起敬而导致执着 沉迷于色相之中 造成智障与烦恼障 因此 禅师不违背世间法 虽脱离了世间法 也不会否定全般的生活 同时那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精怀也不会落空 生命也不会空极断灭 禅与现代文明也不会起冲突的 因其空观与无争法的荡象潜直 有助于现代人独立的思考与认真的生活态度 本频道已经有古的善书影片 让大家知道三毒的可怕 此本善书禅更叫人落实修道之功夫 贪嗔吃三毒乃人轮回之根本 若去除就可脱离轮回 望大家可以求到 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或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异赤拱横堂师兄姐 感谢普贤菩萨 贪嗔吃世人之三毒 其毒眼深处无数种毒迫害本性良心 望世人断毒向善 则回到佛国净土才有机会啊 天上是一家亲 菩萨不止在佛寺也会在圣堂 希望佛道不可相争 要互相帮助 虮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祝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臣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 虚元堂 请搜寻 明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